桃園王燈喜善王國 多半是這個錯誤觀念跟錯誤行為造成的 真正不行亂不聽亂不買啦 來來來消水種喝這個酸酸甜甜的超好喝 不想喝水的搭檔水喝 喝幾包都沒關係又多喝多健康 但是法規標示食品的使用盡量 真的不是比較好玩的 醫生不會說吃糖尿病的藥沒有用 就給你10顆一模一樣的藥 絕對是改藥換藥 或是加其他的藥物來輔助 營養師不會說蛋白質很好 從現在開始大家吃肉就好 食物不能這樣搞 藥品不能這樣搞 當然保健食品也不行啊 每天隨意要喝幾包就喝幾包 種都還沒有消荷包就先消了 常常過量使用 最後都可能讓肝腎產生負擔 不管是消費者還是銷售者 都不能因為吃了沒有用 就一包兩包三包四包的往上加 需要探討的是 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讓你卡關了 而不是多吃多健康哦 你知道嗎 台灣每9個人就有一個人有慢性腎病 你吃飽健食品會認真的看食用方法嗎 留言告訴我哦